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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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單元我們來討論一下記憶體的分類 這單元的學習目標跟大綱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我們把記憶體分成三種分類方式 我們先來看第一種記憶體分類的方式 所謂的記憶體 基本上就是具備儲存資料能力的裝置 都叫記憶體 廣義的記憶體呢 從微處理機內部的暫存器 到外面的快取記憶體 以及在主機板上面的主記憶體 ROM跟RAM 還有軟碟、硬碟、光碟這些輔助記憶體 都算是我們廣義記憶體裡面所認定的記憶體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記憶體的階層 就是說從這個最高層 其實這張圖是以它跟CPU之間的距離遠近 來去做層次上面的分別 那越靠近CPU 它的這個容量就越小 速度就越快 那價格就越貴 所以我們第一種分類就是按照記憶體 所在的位置跟CPU的遠近來做區分 區分成所謂的主記憶體跟輔助記憶體 陳如剛才所說的 在中央處理單元 就是CPU內部呢 有所謂的暫存器第一層快取 甚至現在連第二層快取都已經做在CPU內部了 那主機板上面呢 有所謂的第三層快取 所以我們講的L3 cache 那接下來在我們的主機板上面 還有這個額外可以去增加的主記憶體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DRAP 那在主機板外 我們會透過所謂的匯流牌 去連接所謂的輔助記憶體 這輔助記憶體呢 就可以去存取 就是資料量更大的 層次 還有資料 數據等等 那因為距離主記憶體距離比較近 所以它存取速度比較快 那輔助記憶體的話 離圍處理機就是CPU比較遠 所以它需要透過所謂的IO 或是我們講的匯流牌 進行資料存取的工作 當然它的存取速度會比較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二種記憶體的分類方式 它是按照製造材料來區分記憶體 分為所謂的半導體記憶體 磁性材料記憶體 光學記憶體 半導體記憶體是利用正反器 或電容等特性構成 比如說 是透過電容是否儲存電核 來表示1或者是0 那我們的D-RAM就是這種技術 那如果是透過正反器上面所呈現的狀態 Q或是Q Q-bar 那這個就是屬於S-RAM的技術 那S-RAM通常會比D-RAM速度來的快 第二個磁性記憶體 就是按照磁級的方向來表示資料的1或0 傳統的硬式磁碟 它上面的材料其實就是磁性材料 它透過所謂的高強度的磁化 讓我們的材料產生N級或S級 來表示資料的1或0 而光學技術記憶體 則是以雷射光發射 判斷是否反射而接收到 來表示資料的1或0 但是因為磁性材料跟光學技術體 都需要機械式的動作輔助寫入或讀取 所以它的存取速度都會比半導體記憶體來的慢 這也是為什麼 主記憶體會選擇半導體記憶體的RAM跟RAM的原因 而輔助記憶體則是大容量成本低 速度要求沒那麼高的訴求 所以它可以去使用需要配合機械結構的記憶體 像是我們講的硬式磁碟 軟式磁碟 光碟等等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下面這張比較 半導體記憶體它的記憶原理 要看它的製程 如果是SRAM它是屬於正反器 通常用在所謂的暫存器 Cache 這些都是SRAM製程 那如果說是DRAM製程的話 它就是用電容儲存電荷的方式 那當然它的速度 只要是RAM 它們的速度存取速度都很快 但是正反器的速度是最快的 那它 這種RAM都不需要機械結構去配合 因為它是屬於半導體製程的記憶體 那通常會 擔任所謂的主記憶體 那磁性記憶體的話呢 它是用磁級方向 存取速度是慢 因為它磁化需要時間 那需不需要機械結構配合 需要 因為以硬碟來講的話 它需要上面的這個疊片旋轉 好讓我們的讀寫頭可以 來到正確的資料位置 所以它需要機械結構配合 所以它需要時間 讓它速度就變比較慢一些 那通常擔任角色就是輔助記憶體 那光學記憶體也是一樣 只是它的技術略有不同 它是用雷射激光 那它的存取速度是最慢的 它透過這個激光打到磁碟片上面 所產生的這個資料磕痕 是凹槽還是凸槽 來決定它的資料是零還是一 好我們看一下 記憶體按照製造材料分類 可以看到半導體光碟磁碟 這三大類 那半導體的話又分成論跟瑞 而論的話呢 在後續我們會談到 它有所謂的Masc論 BIONопLong e preparing altogether 跟FLASH array 那 RAID 的部分的話 就有所謂的速度比較快的SDRAN 它是用震擺器的技術 那麼 ARID 的部分就是用電容跟電晶體 疊到電容充電或放電 來這個進行資料0跟1Э的存取 那磁碟的話就是軟碟跟硬碟 通常是用所謂的磁性材料 第三種記憶體分類方式 是根据储存资料跟电源的关系 它可以分为所谓的非挥发性记忆体 跟非挥发性记忆体 什么叫挥发性记忆体 就是指当电源供应中断之后 记忆体所储存的资料 立马就消失的记忆体 我们的RAM就是属于挥发性记忆体 那是因为它存取速度快 还有它的单位面积密度高 所以目前处理机 微处理机系统的暂存器 快取记忆体跟读记忆体 都采用RAM的技术 那么非挥发性记忆体 即使是电源供应中断 记忆体所储存的资料不会消失 重新供电之后 一样可以去读取记忆体中的资料 包括RAM 还有软碟 硬碟 光碟 都是属于这一类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小杰 第一个按照记忆体所在位置 中断 记忆体所储存的资料也不会消失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储存的媒体 这单位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